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预防青少年沾染犯罪 深夜动员了上百名的警力执行青春专案的勤务 针对游乐场KTV进行领检 还特别出动了抛弃式电击器 要求同人在狭窄的领检场所 遇到歹徒攻击时可以大胆使用 希望有效压制犯罪气焰 警方鹤枪实弹来到KTV扩大领检 来 再见吗 等一下 暑假到上百名警力出现在基隆闹区执行青春专案勤务 不过除了远景手持的冲锋枪之外 连难得出现这把跑气式的电击枪也派上用场 往上拨到手动模式就可以利用这个大拇指这边按到按钮 进行放电 没错 解开电阀按下扳机 瞬间可以射出3万伏特的电流 可将对方击倒 尤其远景在狭窄空间 遇上歹徒近距离攻击 很适合用电击枪来取代辣椒水 前两年疫情青春专案规模缩小 今年警方大动作出击 就是希望提供市民一个良好的夜间环境 因为今天是7月1号是青春专案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到辖区 妨害青少年成长环境的KTV领检 劝阻这个业者不要提供青少年 烟酒 槟榔跟毒品 暑假期间应该妥善规划假期 避免生涯在娱乐场所流连 维护自身安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暑假到了 金融清水季暖暖文水去季 高龄友善社区活动重新开幕 市长谢国梁领军与多位市议员 拿着水枪清凉开幕 也欢迎大小朋友 即日起到8月31号之间 可以来暖暖玩水清凉一下 机动市长谢国梁亲自带领 卫生局长张贤正 文化局长江婷梅 暖暖区长陈汝东 以及暖暖区市议员林敏勋 连恩典陈冠宇 以及也是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的林沛祥 拿着水枪一起喷水清凉开幕 欢迎大小朋友 从7月1号到8月31号之间 来基隆清水季 玩水清凉一下 清水活动 感谢钱师傅 在过去的几年间 都有很重视 那一样的到了夏天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活动 未来我们一样也会重视 更多清水的活动 也希望在夏天的时候 能够利用清水活动 一方面帮大家消暑 一方面增加更多的 有好玩的一些家庭的一些活动 暖暖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特别是小朋友游戏的这个一个场域 7月1号开始 一直到8月31号 有非常多的活动 注意了 一个礼拜只休两天 其他你随时都可以来玩 欢迎你们到暖暖 暖暖最好最棒 谢谢 你如果要来体验山境 在暖暖有山 你会要来体验步道 在过岗有步道 你会要体验眷村的文化 在地内有眷村文化 你要体验碉堡 你要体验以前的八祖 在那的风华 在八祖有附建山的步道 今年的暖暖清水记非常特别 你要在暑假 泡在暖暖一整天 有老街 有水 有梅 有文化 欢迎大家来暖暖 暖暖清水公园呢 是在这个北部 从新竹与北 应该整个北部地区 前十大的这个免费的细水阵地 那也欢迎大家 不只是把暖暖推出去 也欢迎你来跟大家 所有的好朋友 包含全台湾老朋友 都希望邀请他 来我们这个最好玩 最热闹 然后的最 非常丰富 好玩的这个清水公园 大家一起来玩水 我让市长这边 一定会尽全力 帮我们把清水公园 做好之外 那我们也希望 未来在暖暖 这边的山 这边的水 也就是所谓的 绿带 跟蓝带的娱乐 在夏天的时候 可以提供给全市 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当然 这边都是需要 中央政府未来的帮忙 中央政府的资源 挹注 才能帮我们 把这个暖暖清水公园 做得越来越好 让我们未来的暖暖清水技 做得越来越棒 市长谢国良 展现赤子之心 越玩越嗨 带头拿着水枪和市议员们 以及大小朋友互喷 湿透全身 炎炎夏日中 感受清凉 谢国良也强调 可以在其他区 寻找适当的地点 来规划 其他区的清水公园 可以把清水的这个功能 跟公园的功能 把它结合 而不是以清水 做专属功能的一个区域跟设施 那我刚刚也询问了一下 整个工法跟它的预算 应该我觉得未来 也可以让基隆更多的行政区 有一些公共设施 或者是一些公园的设备 拥有这些清水的设施 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夏天的时候 让家长跟孩子们玩得更开心 而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喷水区地板湿滑 看到有小朋友玩水时 跌倒要特别注意 话一说完 自己也通常体验一下 果然摔倒引起一阵惊 呼幸好没有受伤 也呼吁大小朋友到现场玩水时 千万不要奔跑 注意安全 可是我刚刚看到 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朋友有滑倒 然后稍微头有 稍微碰到了一下 所以这个地面的材质 因为大家玩得很开心 才不会管那么多 一定跑来跑去 所以这个地面的材质 如何做到让孩子们也保护 可以尤其是不要擦伤或撞伤 我觉得也是未来的一个设施 我们应该可以考虑到的地方 应该要考虑到的地方 清水计现场也发放冰棒免费 请参加的大小朋友们享用 市长也亲自颁发感谢状感谢支持 以及参加这项活动的团体 也和市政府卫生局长 以及文化局长等人 一起和到现场摆摊宣导的市政府团队人员 何以留念 感谢大家的辛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在这里来看 新北市长也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特地到基隆和好兄弟 基隆市长谢国良签署基隆社福三好MOU 并在侯友宜牵卸下 由民间业者制赠了一辆富康巴士 给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计划未来每年都会再捐赠一辆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社会处长杨玉昕 中发处长林立产陪同夏 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小朋友 在信义市内儿童乐园球池里面 一起玩得好不开心 这也是谢国良市长上任后 积极推动的政策之一 希望让小朋友和家长 可以不受天气下雨的影响 有好的市内儿童游乐园可以游玩 也欢迎新北市的小朋友和家长 一起来同乐 上礼拜在端午廉假的时候 我去看了市内儿童乐园 爸爸妈妈玩玩 要去信义市场买菜 我问他是哪边来 他说新庄来的 这个就表示 我们的整个共荣的圈 真的是让新北基隆不分你我 而参观市内儿童乐园 当天最重要的行程 其实是新北市长 也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特地到基隆和好兄弟 基隆市长谢国良签署 基隆社福三好 也就是好日子 好好行 好快活MOU 并且在新北市长侯友宜牵线下 由民间业者制赠一辆富康巴士 给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更当场加码 未来每年都会再捐赠一辆 特别让基隆市需要坐轮椅外出的 身心障碍朋友们 可以更方便 在侯氏的领导之下 我们做了一点点的小小的公益 在这一次也是侯氏的牵引 会把我砍来 然后那个在基隆 那那个我可以这样子说 我每一年加重一步给基隆市政府 那个富康巴士 这是个人的一个想法 但是没有什么企图 只是照顾我们基隆的 新北的 或者是刚刚所讲的北北桃 甚至于之前 可能也可以把宜兰 那这个是我的想法 业者的这项爱心 让基隆市长谢国良非常感动 也感谢侯友宜市长的牵线 让基隆和新北共好 我们的社福三好 真的非常的感谢 我们的副局长 在这一段期间 跟我们的杨处长紧密合作 让我们的社会福利 在民间企业共同的相助之下 得到了更多的资源 因为我们基隆在社会福利 包括富康巴士这一段 真的很需要大力的提升 这个新北一起讨论 如何把基隆的一个 长照的能量跟服务 提升到跟新北一样的水准跟程度 这个是现在市长的责任 也是未来总统的责任 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 新北和基隆已经是共同生活圈 未来会持续携手合作 基隆好也让新北更好 我特别谢谢我们谢国梁市长 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做爱心 那新北市有一个非常热心 智英科技的林念玲董事长夫妇 特别到基隆来监政 不肯巴士 那基隆跟新北市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所以两个城市要共好 不管是在社福的好快活 或是交通的好好行 以及爱心大平台的好日子 我们都已经硬肩作战 让基隆好心意的可以更好 新北市长侯友宜进一步表示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梁提出基隆升格的想法 不管是北北基合并 或是基隆新北先行合并升格 其实都可以思考 因为基隆新北和台北以及桃园 都已经是一个大的生活共同圈概念 并进来将让整合资源更快速 工作上更有效率 照顾弱势族群会更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新北市长侯友宜与基隆市长谢国梁 同框市政交流 带您来看基北青年创生团队 在和平岛公园分享青年返乡创业的经验 希望海岸线串联起来并肩作战 利用在地的地形地物创造自己的产业 新北市长侯友宜 基隆市长谢国梁合体同框市政交流 与基北青年创生团队 在和平岛分享创业经验 所以我一开始我给我的策略就是这样 先从小和平岛基隆开始 把它做出一定的高度跟标准的时候 创造自己的影响力 慢慢再去跟社区去劳动去互动 甚至我刚刚说的未来十年内 要打造整个和平岛66公顷的一个 共好共融的一个永续旅游岛 所以其实我们有每一个节奏 跟目标去发展 基隆成功清创宏伟节 花十年时间将和平岛打造品牌 与社区互动共好 清美市金山漫游营运长赖家华 推出金山物籍 将在地商家串联 共创资讯平台 很多的传商产业跟农业 它透过体验经济 它可以大幅拉高它的附加价值 去创造它产业的延续 所以我们就去把地方的很多的元素盘点出来 去成立一个共同的品牌 叫职人体验学院 那透过不同的职人体验呢 让地方的魅力地方的特色可以被传递出去 和青年创生团队面对面的沟通 两位首长分享支持青年返乡 打造青年创业产业的理念 所以我经常希望我们青年集也好 除了请听大家的声音 我们都希望推动公共式的参与 那公共式的参与 政府能够拿一些议算出来 来用参与式的议算 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租了青年人去做 让他有信心 他愿意做 然后在整个信用贷款上 能够政府出来多担保一点 让他利益也少一点 让他创业这一条路 不要因为资金的压力 变得很辛苦 因为创业没有保证会成功的 创业没有保证会成功 在半路走不下去得很多 所以今天各位有时候坐在这里 是看到成功的人 但是当中还有很多人坚持没有办法下去 这里当中政府就要半年 随时把他拉一把的责任 由于时代环境被变化很快 产业变化很快 你只有跟不上一个脚步 就很容易就落魄了 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 地方创生的年轻朋友要常常聚在一起 因为有时候聚在一起 一个想法一个点子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那我们会继续的来 投入更多的一些资源 然后我们做更多的专案 那我们也很乐意听到大家的建议 因为其实青年朋友更清楚 青年朋友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政府是做一个辅助的政策 那一天的这个建议 也是我们自己的青年朋友所建议 但是我们很快就把它做成了决议 所以我想说就是我们都会积极的 我觉得与其说自己 以为说我都知道青年朋友需要什么 这样觉得是不对的 不如好好的倾听 青年朋友需要做什么 但是我们有能力把大家的意见 整合成一个具体的政策 然后把它执行出去 像那一天觉得做的决议 我们现在就在执行了 所以未来可以跟青年朋友继续的交流 弥出具体的方案 然后去执行这个方案 北极青年在现场踊跃发问 谢国良侯友宜畅谈 市等交流 并听取青年改造产业经验 承诺将这些经验 列为未来两世观光旅游发展的方向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大爱电视刚播映的八点档戏剧 在基隆慈记静思堂 举办社会关怀系列座谈 及粉丝见面会 基隆市长谢国良 肯定慈记访试志工 关怀弱势的用心 表示未来会结合青年电动机车 公益政策 导入更多的青年朋友 一同关怀独居老人 慈记大爱剧场改版后 首部戏剧新作搜寻者 剧组选择全剧场景都在机动拍摄 已经上映播出 机动市长谢国良和市政府 社会处长杨玉昕 安乐区长简易哲 以及本身也是慈记人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一起参加 在慈记基隆晋司堂 举办的搜寻者 社会关怀系列公益座谈会 社会处长杨玉昕 也在会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而市长谢国良 则是赶佩慈记人奉献社会 记住弱势 让社会变得更好的大爱精神 透过了这个剧 我们才能够了解到 我们基隆慈记的师兄师姐 真正在第一线做的工作的那种辛劳 那我看了 蛮让我很有感的 因为导演在访谈的时候提到 为什么一定要在基隆拍摄 其实他可以挑 对他来说 以戏剧团队 所有的成员来说 更舒适的一个环境 给他们选择 在基隆拍摄 就是因为 基隆的这个城市的意象 他实际生活的那种情境 真正就是有需要让 慈记这些师兄师姐 这些搜寻者 真正付出力量的这样子的环境 谢国良也强调 搜寻者这出细改编 慈记志工实际服务的市基 和他大力推行的 青年志工电动机车政策不谋而合 市长也强调将把首批 符合一万两千台电动机车资格的 一万两千名左右青年志工 投入到照顾基隆 独居长辈的志工服务中 那我们最近也讨论到一件事情 跟搜寻者师兄师姐们 其实是完全不谋的 像我们今年 其实感谢议会的支持 我们的青年电动机车 即将付出实施 那我们有一天 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动 我就打给杨玉兴处长 说我希望 我们今年第一批是一万两千人 他们都要有公益的行为 才能够参与电动机车这个专业 我说我们可不可以 不要做太多太早 我们专注在几个 让长辈真正有需求有感 所以我们极有可能会将 这一万两千名志工 全数的投入基隆的独居老人的关怀身上 因为基隆独居老人 光是厉害来 可能就有一千八将近两千人左右 市长致辞时 进司堂也特别打出爱字 象征用爱来服务大众 而民国一百一十一年 一月底在基隆庆安宫 举行开禁仪式的搜寻者 全剧十八个个案故事 都是由慈济访事团志工 深入社会底层 给予爱温暖与照顾的故事 慈济也特地邀请到慈济志工本尊 和在剧中扮演本尊的演员们 同台分享心得 也像是粉丝见面会 现场气氛温馨愉快 搜寻者这出戏 女主角由王淑娟饰演 其他知名演员包括陈孝轩 陈明珍 雷宏 影震等等 数十位演员 郑龙华丽共同演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编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杯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杯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共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 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 还有还有求职房片 请注意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会来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基北北桃1200通勤月票 7月正式上入 不过国光客运却突然公告 取消1813部分路线 及1814的部分下课地点 引发通勤民众的不满 立委蔡世印接获市议员张浩瀚 陈宜及陈君卓等人反应后 紧急邀及公路总局 与国光客运业者协商 最后确定原路线 及下课站点维持 维护基隆市民的通勤权益 对到台北通勤通学的 基隆市民来说 除了火车外 国道客运是最主要的 搭乘交通工具 不过日前国光客运却突然公告 7月1号起取消行驶 中正信义两区的1813支线 行进安乐区的1814线 在台北市的部分下课站点 也同步取消 引发通勤民众不满 纷纷向市议员陈勤 1813市中正区及信义区 通往台北市非常重要的 一个交通通勤工具 那国光号在一周内 就即将要停止 其实对通勤的族群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很多市民朋友 跟陈宜服务处反映 1813到6月30要停止了 那对很多上班族的民众来说 是非常不方便的 因为他们都是要 坐这1813到台北 到内湖来上班 立法院蔡司英在接获市议员反映后 紧急找来公路总局 台北市区监理所 与国光客运进行协调 最后确定将维持原路线 及下课站点 我们也特别有找了国光客运 跟公路整局 来做后续的沟通跟协调 那我非常感谢公路总局 跟国光客运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密集的协调 以大众运输旅客 用路人的权益 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1813跟1814 原来有公告撤销 或者停止的部分 那国光客运 已经将相关的资料都下架了 那未来会继续推动 那我们希望7月1号 1200首都通 TPass月票 开始执行的时候 这些路线 所有基隆的用路人 基北北桃 交通平权 都能够一起来实现 蔡司英非常感谢 国光客运的配合 也以此为案例 提醒公路总局方面 要辅导其他客运业者 让7月实施的TPass 基北北桃 1200元通勤月票 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满足更多通勤民众的需求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霹雳舞协会 在清安宫广场举办 国际街舞交流大赛 市长谢古良 与议长佟子伟 欢迎来自各县市的 武林高手尬舞 去年在法国霹雳舞大赛中 获得12岁以下冠军的 中兴国小林里娜同学 也到场表演 暑假到来 由社团法人 基隆市霹雳舞协会 举办的国际街舞交流大赛 特地办在市中心区 信仰中心 清安宫的广场舞台 参赛的年轻朋友 互尬街舞展现舞异 以舞会友争取荣耀 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PD5 因为基隆的PD5 其实非常非常的厉害 希望各政府部门 各长官可以给我们支持 谢谢你们 我们主要就是 FreeStyle 2-on-2 FreeStyle就是基隆风格 你各种风格可以 对 是不限定的 你也可以带道具 都可以 而且我们基隆市的跳传 还有扯定都非常的厉害 所以你可以去融合 其他类型的运动 来出席这个赛 另外一个是 Breaking 2-2 那Breaking是基隆市 因为我已经在第24年了 我们在这个文化上面 省根的也蛮久 后面的小来 跟下一个青年的时代 他们也都越来越厉害 非常重视年轻朋友的 基隆市长谢国良 和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 以及市议员五华家 都亲自出席参加 市长和议长支持 肯定协会举办这项活动 市长谢国良 希望未来能够 找到适合的地点 发展年轻人 次文化的聚落 今天很开心在基隆 能够协助举办 这个PD5的交流赛 在夏天嘛 让青年朋友 多一些活动 就是暑假 所以让这个 更多的青年活动 包括PD5 PD5 包括街舞 都可以到基隆来 尤其我觉得 基隆未来可以找一些地方 发展次文化的这些聚落 这个我在选前就有讨论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推进 议长同志位也希望 未来有更多的空间场域 让年轻人可以来发挥 他们的特色和专长 那我们庆安宫呢 也特别 跟这个 我们街舞的协伴 团体来协伴 提供我们这样的场地 来让大家来街舞大赛 我想展现我们的年轻活力 基隆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但是看着一群年轻人 可以写着自己的故事 挥洒青春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那我们希望未来 让更多的年轻人 有机会空间场域 可以来发挥他们的特色专长 让年轻人不留白 我想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那去年的12月 我们中兴国小的小朋友 也在巴黎的街舞大赛 拿到世界大赛的冠军 我想这非常值得鼓励 我们会持续来推动 也来支持年轻人的发展 市长和议长也非常肯定 庆安宫能够结合传统信仰 和年轻世代街舞潮流 提供场地举办这场街舞大赛 鼓励年轻朋友暑假期间 从事正当的休闲娱乐活动 记者吴俊松 机动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